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明 很多同學之前都有問我們酒館是讀什麼的呢 出爐是怎樣的呢 我們今天就會談這個問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BO 我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酒店管理及房地產讀書 最近畢業了 現在也是在做酒店房業的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做什麼呢 現在是一間國際品牌的酒店在做公司的角色 負責做一個Project Department 即是去推行酒店計劃的工作 負責去監察亞太區的酒店 幫忙去Launch Project 要選什麼科學 或者讀什麼相關的課程才可以做到這方面的工作呢 在中學DSE課程而言 就沒有一個很specific的課或一定要去讀 但是可能酒店相關的課程 都會比較在商業方面 如果同學可能選擇雙科相關的方便 你大學銜接的課程會比較簡單 或者有旅遊管理的課程的話 都會比較容易一些 我想問一問 在讀酒店管理的時候大學上的課程 可能有些同學說要收拾廠還是煮食 飯飯也可能要碰一下 可能要看大學的CEO 其實主要是偏向Theory那邊多些 但是都會歸為兩類 一類都是好像剛剛說明說的 就會做一些輕鬆點的工作 可能去試一下F&B或者去分辦辦公室 或者甚至執訪 我們都會有一兩個課程 但是都是真的還是 那就可能要看不同的公眾 或者情況 或者可能看你career的path 去到哪裏 未必要由低做起 即是說要在operation那裏做起 就像我這樣 我都是一開始就在我們corporate office 那裏做 我都沒有做過酒店的前線 但是當你越做越想的時候 其實一些hands on的工作 對於你在酒店行業的進展 或者進程是會比較重要 因為你去做一個管理的角色的時候 可能很多時候你都要知道 一間酒店實際的運作是怎樣 或者他們前線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過的話 那你就很難去代入他們的角色 所以如果真是說希望可以在一個酒店裡面 去做到一個比較高的角色 那都建議可以在酒店 從前線的工作開始去做起 去累積一些經驗 那你覺得呢 做酒店這個行業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性格或者技能呢 是可能同學或者你自己都要掌握這樣 才可以在這個feel裡面做得 繼續做上去做得好一點呢 技巧的話 酒店都有分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都可以慢慢去學慢慢去pick up 那這個就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性格而言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夠外向 不怕跟陌生人說話 那因為酒店你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 那就是你要夠主動去跟不同的客人去聊天 或者去幫他們做一些service 那可能有些人怕醜的 不夠膽跟人說話的 那可能這個就未必是最適合你的工作 讀書或者出來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說可能是男生會多些 或者其實兩方面都差不多呢 讀書那時候呢 很明顯是女生會多很多很多的 那但是去到可能實習啊 或者出去真的酒店做的時候 那其實的難類比例呢 就反而是差不多的 當初呢你為什麼會想入酒店這個行業的工作呢 那我當初想入酒店或者去做酒店一行呢 是因為我本身個人很喜歡去旅行 或者很喜歡去發掘一些新地方去traveling 很自然地我就會對酒店或者旅遊的管理 那就有興趣了 那也是想加入酒店的同學 他有沒有些什麼自己可能可以先做的呢 就是可以準備好自己去應付這個工作呢 對這個行業或者這個方面有興趣的同學的話 不妨可以去了解多些不同的酒店的品牌 就是一些國際知名一些的品牌 可以嘗試去了解多些 找一下他的背景 或者去煮多些不同類型的酒店 如果有這個預算的話 就可以體驗一下不同酒店的服務 或者他們的商業有什麼不同 我們今天的訪問都差不多了 那如果各位同學有什麼問題 想問可能關於酒店或者其他工種的 歡迎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下載我們的Apps iAm青年職學平台 就和大家解答他的問題 那我們下次的影片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